我们上次读到诗篇27篇,前面四节 那里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大卫说,有一件事情他曾求耶和华 他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沾养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这个祷告,可能是圣经里面最好的祷告 因为在新约的里面,主耶稣也说 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是不可以少的 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这件事情,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他说话 大卫的祷告,他也巴望在神的殿里面,就住在那边 然后,沾养神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头,求问或者是默想 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曲同工 都是讲到一件事 这件事情,是很要紧的一件事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来神的面前,听他说话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第五节 第五节说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之里 保我藏在他藏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这里有提到几个东西 一个是亭子,一个是藏幕的隐秘处,一个是磐石 大卫说,大卫那时候他人在约旦河东 那时候在逃避压撒龙的追杀 所以,那时候他已经远离了耶路撒龙 远离了神的约会,远离那个会幕 这时候他遭遇患难 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在神的藏幕那边 来跟神诉苦,也不能躲在藏幕那边 但是,他说,这时候他遭遇患难 但是,神却暗暗地保守他在一个什么地方呢? 不是保守在他的藏幕里 而是保守他在亭子里 这亭子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亭子,原文这个亭子是小木屋的意思 就是在森林里面,一个很简单的小木屋 这个猎人打猎,或者农服在那个地方 一个休息的地方,一个小木屋 或者是那种野兽的洞穴 这个叫做亭子 在诗篇18篇11节 那时候把他翻译成为行宫 就是耶和华那时候,他说以黑暗、密云、幽暗 做他视为的行宫 当耶和华出巡的时候,好像行宫 就是跟他一同行动的宫殿 所以,神有祂的藏幕 但是,祂还有祂的亭子 这个亭子,不是在耶路撒冷 乃是在各个地方 好像有一个,神的一个小小的,不能算别墅 很简单的一个小地方 神会把大卫隐藏在这个亭子里面 这个讲到说 我觉得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平常我们参加聚会也好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灵修、亲近主也好 我们那时候的情况,就很像是坐在主的脚前 我们在那边亲近祂 那时候,就像是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祂的荣美 在祂的殿里求问 那时候,神的同在非常的丰富 但是,我们也需要经历到 我们在其他日常生活当中 神的同在、神的硬币 这个同在是什么呢? 那个同在就是像这个亭子里面的同在一样 我们只有说,在自己的追求里面 在自己私底下的时间 在亲近神的时间里面 我们更多的经历到神的显现跟同在 还有,在聚会里面 我们更多的经历到神的同在 我们才能够在患难当中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 但是,那时候的同在就不是说 主啊,我现在刚好碰到这件事情 我现在不在教会里面 我现在不在我自己平常灵修的那个地方 那我现在怎么样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呢? 这时候,神给我一个恩典 就是像这个亭子里面一样 祂把我们放在这个亭子里面 所以,这个亭子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 一个行动当中的神的同在 另外,那个店里好像是聚会当中的一个神的同在 我们需要让神的同在 也不仅是在聚会当中 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经历到 然后接下来,祂说 把我藏在祂藏墓的隐秘处 这里好像讲到,所以说 单位的藏墓就是神的约会在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有许多人来那边敬拜神 所以,那个是藏墓 很多人在藏墓那边 但是,大卫在这边提到 这个藏墓,不仅是神的同在 但是,藏墓里面好像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是一个隐秘处 藏墓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隐秘处 这个隐秘处,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去来敬拜神 跟着大家热闹一番,也是敬拜神 但是在一起敬拜当中 好像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同在 是多半的人都还没有去经历到的 就是我们需要进到一个更深的 与神同在的一个关系当中 那是神藏墓的一个隐秘处 很多人到大卫的藏墓那边 这不错,这里有神的约会 然后,有另一位人在这边唱诗,赞美神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说 藏墓里面好像另外还有一个小的角落 那个小的角落,没有人注意的 但是,大卫常常躲在那个角落里面 坐在那边,在那边来亲近神 那个角落,是好像他跟神约会的一个小小的角落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聚会当中 虽然那个聚会本身好像还没开始 或者是说,那个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聚会 但是,如果你的心对的话 虽然你是坐在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落里面 你会感觉到说,那个时候 虽然聚会还没开始 神的同在,神的荣耀 已经那样丰富的充满了你 那种经历,是其他在场的 其他人所没有感受到的 没有经历到的 那时候,你好像是在一个藏墓的隐秘处 神帮你遮盖在那里面 帮你藏在那里面 那是藏墓的隐秘处 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不是跟大家热闹一番就好 乃是要进到神的隐秘处 跟神有更深刻的相会 所以,神在那边 神的眼目遍查全地 要寻找祂,向祂心存诚实的人 我们带着一个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带着一个渴慕的心 要来touch祂 神会让我们touch到 虽然许多人在那边拥挤耶稣 但是,真正touch到主的 只有那个血漏的妇人 所以,很多人来到神的帐幕这边来敬拜神 但是,真正找到那个隐秘处的 只有那真正有心的人 就是真正带着一个很大很大渴慕的人 才会找到那个隐秘处 所以,找到那个隐秘处怎么样? 诗篇91篇第一节就说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 你只要找到那个隐秘处 你就可以住在全能者的印下 然后,祂会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磐石是跟什么相对? 低谷 磐石跟低谷 还有呢? 为什么跟低谷? 磐石是高的,低谷是低的 还有没有? 还有什么淤泥这些的 就是,磐石是坚固的 磐石是很流动的,是危险的 我们上回在10篇40篇,第2节说到 它从祸坑里,从瘐石中把我拉上来 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 所以,祸坑或瘐泥,就是让我们一直往下沉 但是,神把我们脚拉上来,放在磐石上面 磐石就是稳固的地方 这个是大卫说 当他在神的同在当中 神就保守他在磐石里,在藏幕的隐秘处 同时高举在磐石之上 第6节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 现在,其实英文你看是 Then my head will be exalted 我是说,然后我就得以昂首 因为,你如果看前后文的话 你会发现,大卫这时候,其实还没有脱离困境 所以,翻成然后应该是这样 然后我就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 然后,将来我就要在他的帐幕里面,欢然献祭 I will sacrifice with shout of joy 我要献上什么?欢呼的祭 喜乐欢呼的祭 在神的面前献上欢呼的祭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这个是大卫的心愿 接下来,第7节到第12节,就是下一个大的段落 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 求你连续我,应允我 然后,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我的面,my face 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然后第9节 不要向我掩面 这边提到三个面 第8节提到两次,第9节提到一次 大卫就是说,神曾经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吁 要他来寻求神的面 他也真正渴慕要来寻求神的面 他说,神啊,既是如此,你就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把你的面向我隐藏 我真的是渴慕要来寻求你的面 好,这个寻求神的面 我看这个下一页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什么叫寻求神的面 那寻见神的面会怎么样? 我们说什么叫寻求神的面? 寻求神的面 我想,对啊,就是来亲近主 来亲近主,来亲近神,来跟祂祷告 就是寻求神的面 是没错 与主相会 你真正与主相会 结果会有一个很厉害的结果 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 这个是婢努依乐 婢努依乐就是神的面的意思 婢努就是面,脸 依乐是神 所以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个面都是婢努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就讲婢努 现在在旧约这个地方,婢努依乐 有一个人真的是看见了,遇见了神的面 这个是谁? 雅各 左边这个图,哪一个是雅各? 在地上 穿白衣的那个是谁? 神的使者 但他没有翅膀 右边那个有翅膀 但是,哪一个图比较对? 这个是创世纪里面的故事 创世纪里面,他说雅各 那时候就遇到一个人过来跟他摔跤 所以他讲到说是一个人 所以那个人肯定是没有翅膀 一有翅膀,雅各一看就知道了 是天使 但那个人没有翅膀 所以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他那个人过来跟雅各摔跤 雅各就跟他摔跤,摔跤整个晚上 直到后来,那个人就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把 雅各就瘸腿了 瘸腿了之后,后来他知道说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他就要求这个人给他祝福 他问这个人,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你何必问? 他就给他祝福 然后同时给他改了名字 从雅各变成以色列 后来他知道这个人是天使 他知道他遇见了神 所以他就把那个地名叫做弊努伊勒 就是神的面 他在这个地方,他遇见神了 这就是一个人遇见神之后 一个人就从他本来走路很有风 现在突然走路瘸腿了 他这个人改变了 天然的生命被摸了一把,就脆弱了 所以他这个人的生命就改变了 改变了从雅各变成以色列 雅各是照自己的力量去抓、去夺、去抢、去骗 而得到 但是,现在他这个天然的办法已经瘸了 被神的手摸了一把,就瘸掉了 所以他现在叫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上帝的王子 雅各之前他有没有经历到神? 他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经历到神 经历到神的眷顾 他后来在拉班那边 神也帮助他了,让他能够羊群后来越来越多 然后后来可以带着许多的羊群回来 他都看到神的眷顾 但是他跟神面对面相遇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 他跟神可以说面对面相遇 这次的相遇,在他的一生当中 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 就刚刚所说 他本来从一个抓夺的人,现在变成一个神的王子 他这个人天然的力量被神破碎了 从这时候,他的身上就开始彰显出神的荣耀出来 这是一个人面对面,遇见神之后的一个改变 这个面对面就是说 你跟神有一个第一手的接触 以前跟神的关系有时候还比较远 或者说是透过一些别人的劝勉 透过别人的一些鼓励,觉得不错 然后同时你也感觉到,神也都很劝顾我 但是,我们需要更厉害的 跟神有一个面对面的接触 这个说起来,应该是什么? 其实就是圣灵充满 当你被圣灵充满之后 你里面跟神的关系就大幅的拉近 这时候,你跟神之间就好像是面对面相遇一样 你这个人就被神扭转了,被神改变了 所以他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 他说,我的心向你说 神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神啊,我不满足我目前现有的光景 我不要只是在那边好像是远远的跟随你 主啊,我要更近的跟你有一个接触 我不要跟众人一样,只是在那边拥挤你 主啊,我要跟你有第一手的接触 这个就是必努易乐,要遇见神的面 他说,神既然是要呼吁我们要寻求祂的面 所以,他也就过来 大卫也说,神的面就是祂正要寻求的 那这时候就求神,不要向祂掩面 不要赶足仆人,因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第九节 救我的神,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 这时候,他好像已经被丢到离神很远的地方了 第十节 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 大卫的一生,其实说起来不是很顺利 但是,其实他的父母亲好像也没有离弃过他 虽然,他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 好像比较不是那么被重视 但是,还谈不上离弃 甚至于后来,他在逃亡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他也帮他父母亲安顿 那时候,父母亲他们全家人还来投靠他 他把他安顿到摩亚那个地方去 所以,大卫的一生,看起来好像都没有说 父母亲离弃他 但是,我想一般说来,这个只是一种说法 就是像最亲近的人,都可能离弃我们 但是,即便如此,耶和华神都不会离弃我们 这个在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这样说 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即或父母亲会忘记他的孩子 但是,神却不忘记我们 他说:"耶和华也会收留我。11节 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为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为。为。 为什么因仇敌的缘故? 因为仇敌为他暗设网罗。 所以,他就说,这些仇敌为我暗设网罗 求你,就为这些仇敌的缘故 你要引导我走一条平坦的道路。 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会跟诗篇23篇做一个对照 诗篇23篇是说什么? 求神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 这边是为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平坦的路,可能翻成正直的路,会比较好 所以,走一条直路 异路的话,就更清楚了 是一条对的路 平顺的路,还不一定是对的路 但是,异路是一条对的路 12节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仇敌人,遂其所愿 因为妄作见证和苦土凶严的,起来攻击我 这个人是讲到谁? 像四美,四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时候来攻击他 13节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丧胆了 他相信他在有生之年,他在活着的时候 就能够看见神的恩惠 不是说,你会死了之后才见到神的恩惠 不是,他相信他在活的时候,就会见到神的恩惠 这个恩惠跟诗篇23篇里面的恩惠 也是一样的,同一个字 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形容词 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所以,大卫这个时候 其实他灵性已经算是越来越成熟了 越成熟的人,他就越能够等候耶和华 我们再看一下PowerPoint 我们之前讲的第三篇 诗篇第三篇 然后现在讲27篇 第三篇跟27篇有些地方一样 第三篇第三节说 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就是我的荣耀等等 耶和华是我的什么? 然后诗篇27篇讲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 这边都讲到耶和华的琐事 第三篇讲到说 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 27篇讲说 虽有军兵暗淫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 诗篇第三篇 是明明的说 大卫逃避压沙龙的时候所作的诗 27篇没有讲 27篇这两个地方跟第三篇很像 同时27篇第4节还有说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这边有提到说什么? 耶和华的殿,在他的殿里求问 讲到耶和华的house 这个是大卫应该是把约柜 引到耶路撒冷以后的事情 所以这件诗篇27篇 是大卫作王以后逃难的时候所写的诗篇 所以很显然,也是在逃避压沙龙的时候所作的 我们现在再看 27篇,可以再跟31篇做一个对照 他说什么? 他说,31篇里面说 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 这边也是讲到耶和华的所事 接下来,27篇第9节说 不要向我掩面,我刚才讲到神的面 31篇讲到 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 这个地方有提到脸 然后,接下来27篇讲到 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 把我藏在他藏目的隐秘处 然后31篇 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 免得遇见人的计谋 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子里 免受口舌的争闹 然后27篇,最后有讲到 要壮胆兼顾你的心 31篇也有提到 要壮胆兼顾你们的心 所以31篇,可见也是在逃避压沙龙的时候所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把31篇打开 我们看一下31篇 31篇,你看 31篇第一节 耶和华,我投靠你,祝你使我永不羞愧 凭你的公义搭救我 这个是大卫又在恩神,求救了 求救,神要救我 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 助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 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 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 这边刚才是说 为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这边是讲到说 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 这跟诗篇23篇,等一下也会对照在一起 然后,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 因为你是我的宝藏 然后,第五节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这个地方,其实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也讲的这句话 引用这句话,是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所讲的 主耶稣那时候在断气前,跟天父说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看起来好像是很普通的一句话 其实那是引用诗篇里面的,大卫所讲的 然后,耶和华诚实的神,你救赎了我 所以,这边都是大卫在求告神 接下来他讲到说 他恨恶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却倚靠耶和华 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 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 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 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 这个时候是回顾大卫过去 怎么样被神眷顾,被神保守 接下来,第九节到13节又是一个段落 这时候讲到大卫的苦境 他的苦境是怎么样呢? 就你连续我 我在急难当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别 连我的身心也不安疏 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 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 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 我的骨头也枯干 你从这些经文,这个地方知道 大卫其实他的一生,并不是很平胜 你说他做王,很有荣耀,没错 但是你看他从年幼的时候 在家里面就不被重视 后来,好不容易打死了戈利亚 之后,后来被扫罗嫉妒 后来被他追杀 所以,追杀的时间也很长 十年,至少十年 做了王之后,刚开始好像还不错 后来又因着自己犯罪 然后,很多的忧愁有来了 所以,大卫的一生 他回想起来,都是愁苦 都是叹息 然后,因着罪孽衰败 骨头都枯干 但是你说,有的人这样回想自己的一生 好像都是充满了愁苦 这个人生还有什么价值呢? 大卫的人生的价值,不是在乎他平顺 大卫的一生当中,都是很多灾多难 但是,多灾多难当中 大卫很宝贵的 他向着神有一个宝贵的信心 所以,你看他就一路讲到第11节 什么因着仇敌,什么羞辱 然后,认识的人都惧怕他,躲避他 人际关系也越来越糟了 被人忘记,如同死人 无人经验,好像破碎的器皿 都被弃绝了 我听见许多人的常磅、思维都是惊吓 一同攻击我的时候,要图谋害我的性命 人生到这里已经是,你会觉得说是一败徒弟 但是14节 即或在这样子最惨的状况之下 他还是发出这样的祷告 说,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 我说,你是我的神 我终生的事在你手中 我终生的事,不是说我终生大事 我都婚姻大事在你手中 是说什么? 我一辈子的事情,15节英文说 My times are in your hands 我的时间在你的手中 我一生的岁月都在你的手中 所以,神掌管我们的一生 掌管我们的岁数 掌管我们的时间 掌管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 对,各个阶段 终生的事在你的手中 所以,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就不用害怕 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 我们乃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仇敌的手中 他说,16节 求你使你的脸光照徒人 刚才不是说要寻求神的脸,神的面吗? 所以他说,求你的脸来光照徒人 凭你的慈爱来拯救我 大会还是再三想念的 还是神的同在,神的面光 他讲到说,当他说了 求你使你的脸光照徒人的时候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看见主 要看见主了 享受到主的光照 因为他的环境是这样的黑暗 人都远离他,都以他为羞辱 他好像一个破碎的寄命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光从哪里来? 他的光只能够从神而来 所以他说,求你使你的脸光照徒人 当神,那时候Jenny也常常做见证 他说,有时候就觉得好像说 神在里面,向他微笑 这就是神用他的脸光照我们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这样的一个密切和谐的关系 所以,神就用他的脸来光照我们 然后,让我们经历到他的同在 Pindy说 我也有心化成一个大大的微笑的感觉 感谢主 这个就是神向我们笑脸安容,帮助我们 所以,那时候 别人对我们的脸色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神在我们里面欢笑 我整个心都开了 这个事,真的是 所以,大卫所导断说 求你使你的脸光照徒人 就是这个意思 凭你的慈爱拯救我 Deliver me 它是英文是说 Save me in your unfailing love 我们中文是说慈爱 英文,NIV都把它扳成是什么? Unfailing love 不会失败的爱,不会消失的爱 那是坚强的一个永存的爱,来拯救我 17节 一二话,求你叫我不是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 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揭没无声 因为那些人怎么样?那些人撒谎 乘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 愿他们的嘴,雅而无言 但是敬畏你,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积存的 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林书豪 林书豪他加入火箭队之后 战绩就起起伏伏,就是很好 变动很大 但是,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 他两场对尼克队都打赢 然后,特别第二场 他是等于到主场那边去踢馆 等于到了纽约 然后结果,打了一个很漂亮的一场大胜 圣仗,让那些讥笑他的 让那些嘲笑他的人,都闭口无言 其实,我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 林书豪是一个一直把神高举的一个人 那时候,神让他好像是创造了一个神迹,领来风 后来他现在转到火箭队之后 他起起伏伏 其实,我觉得那是神对他的一个保护 当一个人,他受到很多的这种 他当受到一些挫折或者一些失败的时候 这个人比较会谦卑 谦卑对一个人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在谦卑的状况之下,正常的成长 但是神要给尼克队,给纽约那些穷蜜一些颜色看看 因为他们一直在那边,我觉得他们有在撒谎 他们说,林书豪就是因为看中人家火箭队给他钱 给他钱,所以就不要纽约尼克队了 其实纽约尼克队一直没有给他offer 所以,林书豪自己说,因为他只有一个offer可以接受 他没有第二个offer,做选择 如果他可以做选择的话,他喜欢留在尼克队 但是他们就说,林书豪如何如何 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是污蔑的话 但是神,我看神真的是一个实爱的神 祂就让林书豪,在两次对尼克队都打得那么好 然后,让人看见,他为那些投靠他的人所积存的 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 他真的是让林书豪在纽约的这些囚民面前,抬得起头来 这就是,只要他继续的高举神 神一定会让他出人头地 但是平常时候,神让他还是学习谦卑 这个时候,我刚刚读到那一段 我会突然想到林书豪 我们求主继续保守他,使用他 20节 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 免得遇见人的计谋 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 这边又提到隐秘处跟亭子 所以,跟27篇讲的是一样的事情 神有一个隐秘处,是我们要去寻找的 我们躲在这个隐秘处里面 就是藏在至高者的硬币底下 然后,还有他们保守我们在亭子里面 我们走在什么地方,神都会与我们同战 免受口舌的争闹 人家的一些闲言闲语 一些控告的话,批评的话 神都会让我们跟他隔绝 21节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 你看,如果看英文的话 他不是讲坚固城 他说,in a besieged city 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里面 他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 为什么英文是说,被围困 中文是讲坚固呢? 因为这个原文是说,被包围起来的一座城 他没有说,被什么东西包围 如果是被敌军包围的话 就是被围困的城市 但是如果是说,被城墙 一个被堡垒所包围的,四面护围的 那就是一个坚固的城 所以,这两方面的解释都是可以 但是,实际上是 我相信是用被围困的城市 这个意思是更好 当我们即使是被围困 四面好像都是困境的时候 但在这当中 神却向我们施展奇妙的慈爱 就刚刚所说的 这时候,神在我们里面一个微笑 你真的是不在乎外面那许多的艰难 然后他说,22节 他说,治愈我,我真急促的说 我从你眼前被隔绝 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嘴巴会恐不择言 讲一些灰心的话,负面的话 他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 从什么地方隔绝? 他说,I am cut off from your side 我从你的眼前被驱逐出去了 因为他真的是从耶路撒冷被赶走了 神的居守在耶路撒冷 他现在被赶走了 我现在被赶走了 但是,他说 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能听我恳求的声音 虽然我现在远远在约旦河东,在马哈念 但是,当我恳求的时候 神还是听见 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罗马书第八章 这些苦难,这些逼迫,这些患难 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虽然他那时候讲出的比较消极,比较负面的话 他说,但是我发现 当我呼求的时候,神还是听我的声音 所以他说,因此23节 耶和华的圣民,你们都要爱他 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兼顾你们的心 这跟刚才诗篇27篇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再看泡泡一看 我们看到,27篇跟31篇有一些地方类似 但是我们再看到,23篇也是类似 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27篇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31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 所以这边都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 然后23篇说,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27篇是讲到说,虽有军兵暗影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 然后接下来,23篇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 27篇讲到说,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正直的路 他的意思翻平坦,不算很好 直路,他引导我走直路 然后31篇里面,求你为你的缘故,引导我 这个地方都是人类似 然后23篇有提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27篇里面,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遭以上胆了 这边也提到恩惠 然后31篇是提到说,你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 接下来23篇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又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27篇里面,提到就是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所以23篇跟27篇,有5个地方,都有相同,雷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来看23篇 23篇,它没有讲到说,什么背景的情况之下写的 之前,我们就觉得说,看他写23篇的这种意境 应该是大卫,应该是年纪已经蛮大的 才写得出这样的诗篇 但是,你看他跟27篇、31篇做一个对照 也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所写的 但也有可能说,这个事情过的时候 很快的,他写了这一篇 但是,我们看一下23篇 23篇,我们就先知道,养了一些习性 在PowerPoint里面,这里秀出来的 第一个,羊群羊动物很特别 它很温馴 即使被宰杀的时候,也是默默无声 不像猪、狗、被宰杀的时候,会尖叫、狂叫 但是羊,它完全没有方向感 特别是这种绵羊 有的山羊,或者说一些什么高山羊 它还会有方向感 绵羊是最糟糕的,完全没有方向感 它不会自己找吃的,它不会保护自己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它会很快的知道自己的名字 所以,牧人给它取个名字 叫它的时候,它很快它会认得 它也认得牧人的声音 所以,羊有这样的特性 然后,如果一群羊看到附近的树虫着火的时候 它们不会跑开、躲开 而是怎么样? 它们绕着圈子跑,直到被火烧死 羊愚昧到这样的地步 如果在河边,洪水冲过来的时候 那羊群只要往高处跑就好了 但是,它们却很顽固 它们不肯跨过,稍微有点三寸高的水 它只会站着不动 看到水越来越满,水位越来越高 它就不动 它一直到洪水,把它们淹死 这个是羊 曾经有一艘满载着羊群的船 到最后落了什么? 全部都淹死的下场 为什么? 是因为这群羊里面有一头老公羊 老公羊,它就跳出船外 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突发一响,就跳出去了 结果,其他所有的羊都跟着它跳下去 而且,毫不迟疑 而且一面跳,还很得意 跟着去做 所以,人家说这个叫做羊群效应 羊就是有这样的特性 还有,羊它对于周遭的环境非常敏感 如果没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它很难入睡 在羊群当中产生那种紧张的气氛 会让整个羊群,整个晚上非常焦躁 到最后疲劳而死 我也听过真实的例子 台湾有一个地方叫澎湖 澎湖是台湾海峡当中的几个岛 那边有人在养羊群 结果后来电力公司 那边说,澎湖这个地方风力很大,很好 所以,就在那边建了一些风力发电的东西 结果有那个电扇,很大的电扇 就在那边转动 就是风力一吹,它就转动 转动之后就给发电 结果,风扇在转的时候 就会咻咻咻咻咻咻,这样的转 结果,风扇刚好的旁边有牧场 就是有羊群在那个地方 结果后来这些羊群,流产的流产 夭折的夭折,死的死,病的病 后来怎么回事? 后来牧场的主人损失惨重 后来他们就调查,发现原来是什么? 原来这些羊群,就是看着风扇 这边转了咻咻咻咻 结果晚上的时候,都不睡觉 两个眼睛就这样呆呆地瞪着风扇 咻咻咻咻在那边转 结果后来就是失眠 失眠到最后精神崩溃 然后免疫力下滑 结果到时候死了死,病了病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他们就跟电力公司索赔 这就是反映出什么? 这个羊真的是对环境非常的敏感 如果你没有给它预备很舒适的环境的话 就他们很糟糕的 还有,羊群必须依赖牧人的帮助 才能够找到安全的草地,放心入睡 他们不会自己找的,一定要牧羊人帮他找 然后另外,牧羊人也必须在羊的鼻子上面抹一些油 为什么?免得这个虫子钻到他鼻子里面去下蛋 那种虫子,在鼻子里面被钻动的时候 会让羊群发狂,在奔跑 甚至于一头就撞死在石头或者山崖上面 所以,诗篇23篇里面有记到说 他用油高了我的头 这对于羊群来说是必要的 还有,羊也是一个偏执狂 他就是很顽固 然后羊群就是什么?偏行脊路 圣经里面说,羊群偏行脊路 就是他顽固到一个地步 但是,他没办法 他说,他的一个意念,往往会拖垮他的主人 他有制造麻烦的本事,他也是一个天才 能够带来难以置信的死亡 他常常偏行脊路,固执的要往危险的地方去 然后还在那里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很有能力 这个就是羊 所以,圣经里面用羊,形容我们这些人 真的是非常的贴切 现在看诗篇23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 这一篇是诗篇当中的经典 它是有短短的几节?246 只有短短的六节 可是这六节,这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怎么样? 都to the point 它为什么会这么让人家喜欢? 我想,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它就讲到我们一个信主的人 他跟随主的历程当中所谓遭遇到的 每一样的状况,他都好像涵盖到了 我们就把它看一下,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 这个落在我们灵性的长径当中 这算是哪一个阶段?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 这是最起初的 这是什么? 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重生得救的时候 神就开始成为我们的牧者 在这之前,要喂养我们,要引导我们 在这之前,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负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自己足到我们自己的一生 就搞得人乱七八糟 但是,一旦我们信主之后 耶和华就成为我的牧者了 这时候,我就不会缺乏了 这是重生得救的一个关键 接下来,他说 我躺过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这是什么阶段? 这就是要开始吃喝领粮的阶段 我们信主之后,现在开始要吃喝了 神让我们躺过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 你看英文,这个青草地是什么? Green Pastures 多树的 所以,它不是只有在一块青草地 羊群就是在这块青草地吃了一段时候 牧羊人就会带它到另外一块青草地上面 再进去吃 因为原来的青草吃的差不多了 来不及长出新的 还有就是会新陈代谢 所以,他们的粪便也是在原来的草地上 所以,为了卫生的问题,还有为了要找新鲜的粮 所以,必须要带他们去另外一个青草地 所以,我们有时候信主的时候 神有时候先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追求 有的时候,下一个阶段 他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追求 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优点 所以,这个是神带领我们 从一个青草地到另外一块青草地 同时,他领我们在可安些的水边 英文是说什么? Quiet waters 安静的水边 什么叫安静的水? 像左边上面这个图,有没有看到? 平静,好像如静 然后右边这个,安静的水边,在这边喝水 这是绵羊 山羊其实比较无所谓 山羊什么水都可以 绵羊,特别是他不敢什么? 他不敢喝极流的水 他只喝平静的水 极流的水,像这个图 左边这个图,就是极流 这个绵羊子不敢在这边喝的 你要它靠近,它都不敢 可是这边只有这条溪,怎么办呢? 牧羊人就会找 你看,左边这个图上面 这里有一区,水是比较平缓 你把它放大,右边这个 就这一区,水是比较平 他就会带羊在那边喝水 有的时候,都很急怎么办呢? 牧羊人就会用石头,在旁边 就围出一块地方来 好像是水坝一样,还是怎么样 他就围出一个小小的池塘 让羊群在那边喝,让水不是那么急 羊就不会受到惊吓 所以,羊虽然是问题很多,毛病很多 但是牧羊人就这样悉心的会照顾他 要把他带到那种安静的水边,才可以喝水 接下来,这时候我们就要吃喝领粮 吃饱了喝足了,接下来起来要走路了 要遵行神的旨意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 灵魂苏醒 所以,当我们更多的认识神之后 更多明白神的旨意之后 我们里面有个苏醒 苏醒之后,就是要走神的道路 但是,苏醒这个字,原文是什么? 原文是转回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羊,常常有时候会自己跑走偏 走偏的时候,牧羊人会把他拉回来 拉回来之后,要引导他走一条对的路 有一首歌,叫做《施爱的神,佐牧人》 它说 我是迷雾,他来接回 在侧我洗手,他支配 我常遥动,无声坚定 他引导我,是为他命 这首诗歌,是爱的神,做我牧人 讲的诗篇二十三篇 这边,那是第二节 它说,我拾迷路,他来接回 这个意思就是讲到 他是我的灵魂,转回 转回之后,他就会引导我走他的异路 走异路 这边为什么讲到走异路 异路就是对的路 为什么说,为自己的名呢? 为祂的名的荣耀的缘故 我们如果走了恶路,走了邪路 走了不对的路的话 我们就会修入主的名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点 你看他前后,都没有提到说为神的名 但是他这边有讲到说 这个地方是为神的名要引导我们走异路 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人 好像,其实神的荣耀是那么大 神的荣耀那么大 有什么事情可以影响到神的荣耀呢? 不会啊 没有什么事情会影响到神的荣耀 祂是自有永有 祂习在今在以后永在 没有什么东西会影响到祂的荣耀 但是,这边好像有一件事情 就是祂的百姓所作所为,会影响到祂 所以,祂要为自己的名的缘故 引导我们走在那条对的道路上面 所以,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会带给祂荣耀 虽然我们是这么渺小 但是,你想到说 像我这样,像一个灰尘一样的人 居然可以影响到神的荣耀 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一件事情 神把这样一个伟大的工作 工作托付在我们的身上 这是不得了 所以,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吃喝灵粮 接下来,就是要走主的道路 这条路是什么?是异路 一方面说起来,也是窄路 为什么说是窄路? 是十字架的道路 要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放下来 遵行神的旨意 下个阶段是什么? 走过死因的幽谷 走过死因的幽谷 这个就是信心的试炼 死因的幽谷 我们看下面这个图 在耶利哥附近,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这条路上 有一个山谷,那个山谷就叫做死因的幽谷 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应该有经过这个山谷 因为那时候他从耶路撒冷逃出来 然后到了约乱河边 应该会经过死因的幽谷 他自己以前在放羊的时候,有没有到过这边? 我不晓得 但是有可能,牧羊人有时候常常会带着羊群 经过这条幽谷 下一页,这个人看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幽谷是有什么特色? 就是它这个染身 平常,阳光常常照不到谷底的 所以叫死因的幽谷 然后,羊群从上面走过去 你看下面这时候还有一些吸水 那这吸水也是有点湍急 所以羊群走在当中,也是有点危险 牧羊人要照顾着他们 下一页,一群羊从这个山谷走过去 如果是没有水的时候 因为它吸水有的时候是干的 他们就是走在当中 这叫做死因的幽谷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大卫说,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他也不怕召害,因为神与他同在 他说,你的藏,你的干都安慰我 神的藏,神的干,You are ruled and you are stuck They comfort me 藏跟干就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藏是比较短的 为的是要保护羊群 要来攻击羊群的野兽 那,干是比较长的 干是为了引导用 所以,神的藏,神的干都会安慰着我们 左边这个牧羊人手里拿的就是藏 右边这个牧羊人拿的就是干 所以,干是怎么样? 羊群有时候走偏了 你用那个干就把它勾回来 这个就是引导小羊用的 好了,经过死因的幽谷 因为有牧羊人同在,羊群就不用害怕 但是经过这个幽谷,他不是只是停在里面 还要走出去 走出去之后,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看是什么,原来是更丰富的一个草场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进到一个下一个阶段了 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言席 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 他其实到了越旦河东 到了那个地方 后来有些人来拿一些各样东西来供应他们 这其实有点像是说,在大卫的敌人面前 神就为他摆设了言席,丰盛的言席 让他们那些人可以重新得利 可以面对后来要打的那场战争 所以在敌人面前,神让我们吃喝饱足 然后,祂说,你用有高的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 我们讲说羊群的话,有高他的头的话,高他的鼻孔 可以让他不会被虫子来搅扰 但是,其实从这一段,从在我敌人面前以后 这边,其实不需要套用在羊的身上也是OK的 就是我们从苦境当中,经过的时候 神就带我们到一个更加丰富的地步 这个油是代表什么?就是圣灵 杯呢?这个原文里面没有福这个字,只有杯 你是我的杯满意 在言席上面的杯是什么? 因为这一节,讲的这个情境 就像是在一个宴席上面 满桌的宴席,山珍海味 同时,客人都会被油来膏 然后,杯子里面都满出来的 那个杯子里面满出来的是什么? 一般就是酒 酒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 也是代表圣灵 酒跟油都是代表圣灵 所以,这一节就讲到说 我们从信心经过试炼之后 神就带领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 这时候,会进到一个征战的里面 跟仇敌进行征战 仇敌就是讲撒但,跟撒但进行征战 同时,我们会更多的被圣灵充满 更多被圣灵充满 其实圣灵充满,其实从一开始我们需要有 后面会越来越丰富 这个是油跟酒,就是讲到圣灵 但这两个又不太一样 一个是从外面高的,一个是从里面满出来的 从外面高的,就是说外面的浇灌 就是圣灵充满这个能力 我们得着从外面来的能力 让我们可以来服事神 那里面满出来的什么? 里面满出来的是生命 里面的充满,里面的满意 就是圣灵充满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面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 就是神更多丰富的向我们显现 我们一方面,从外面的浇灌 会得到能力来服事神 那时候,神会是给我们有主的恩赐来服事神 里面的充满,是因为我们更多的顺服 圣灵就更丰富的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主耶稣说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讲到生命,生命方面的圣灵充满 我们看下一页 圣经也说,诗篇66篇12节说 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所以,经过死因的幽谷之后 神就让他们到了丰富之地 然后,诗篇84篇第6节说 他们经过流内谷,叫这谷变为全员之地 并由秋雨之符盖满了全谷 所以,每一个苦难,每一个熬炼 信心的熬炼,到最后 神就要带我们到一个更丰富的境地 最后,他说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 这是讲到什么呢? 这是讲到与神同在,住在主里 就是说,我们经过了征战,还有被圣灵充满之后 最要紧的就是要实时的与主连结,住在主的里面 为什么这样说? 其实这里面,跟神吩咐摩西 叫以色列人守的三个节有关系 以色列人有三个节 他们都需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 第一个节就是玉月节 玉月节就是代表我们的什么? 这些阶段里面,就是第一个,重生得救 重生得救,就是玉月节 这是我们得救了,从埃及被救出来 还有,第二个节要去守的,就是五旬节 五旬节,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就讲到圣灵充满 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释下来 过了五旬节之后,他们就有一个节要守的 就是住棚节 住棚节就是要住在主里 要与主同住 这是讲到我们经历里面的几个阶段 所以,我们其实教会也有这几方面的教会 玉月节就讲到传福音,要重生得救 就是一般的福音派 五旬节,就是灵恩派,讲到要被圣灵充满 但是,讲到要圣灵充满的话 很多人就是灵恩,圣灵充满之后 就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了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住棚节 住棚节就是什么? 要住在主里,要过内在的生活 这个是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的几个阶段 但是,不是说走到后面这个就没了 它还是要再走回去 它算是一个循环 住在主里,完了之后 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持核灵粮,遵行主的旨意 性侵还是要经过更深的试炼 然后,征战跟圣灵充满,在住在主里 这样子,好像是一直在越来越近身 所以,这个诗篇23篇 就刚好把我们的属灵的一些经历 做了一个好像是归纳 所以,我们从这里 我们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跟启示